可以的那把它变成一键完成 因为很多工作里面都希望 常常有次要更新之后 那我可以把它变成像这样子 那可能我会需要两个东西 一个是一键按下去就自动完成 一键按清楚 那这个怎么做呢 其实是录制聚集 那 刚刚比较会有问题的 我大概点出来 就是说 同学可能比较常常出现错误的地方是 那个 名称管理员 比如说你定义好那个性别 奇怪性别 指错位置了 那如果你要修改的话 记得在哪边呢 记得公式里面的名称管理员 然后使用方法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要不就是把那个错误的那个 性别把它删除 重来 或者另外的方法就是你去变更 下面可以变更你重新选取 打个勾也可以 两个方法 然后比如说 当然我性别 假如错误的话 我把它删掉 如果你没有这个名称 这边有的话你会发现 这边应该会出现 REF 那前面 警字号表示错误的讯息 一般呢 在以色列里面看到警开头一定是错误 那什么错误他会告诉你 REF 其实REF一般就是 有reference 其实就参考错误 意思是说 reference 他要去参考 性别 这个名称里面有没有 发现奇怪 怎么里面找不到 找不到就告诉你REF 所以如果说 你们看到有这样的讯息 出现的话 那理论上应该 就是 那个的问题 所以 怎么办 很简单 你不用改 公式 直接 再到 清 清单里面 重新定义一下就好了 最简单的方法 Ctrl C 然后把这个范围 Ctrl V 贴上 Enter一下 如果这边改了 没有问题 就把它切过来看一下 应该就正确了 OK 大概是这样 如果说 发生什么错误 其实都是 会有机可循的 那你稍微看一下 应该就可以找到答案 再来的话 我们就是把这个 再复制一下 改成 刮壶聚集好了 比如说把这个 复制一下 那我基本上 是复制过来之后 点两下把这个名称改成叫聚集 那我第一个做什么呢 因为他宽度太宽了 跑到欧栏去 那我想说为了方便 我干脆把他们栏宽全部都拉 拉窄一点 这样子 然后呢 里面的那个 框线 假如看起来 不OK的话 Ctrl Shift向右 Ctrl Shift向下 那也许 把它常用里面 找个框线吧 把那个框线呢 改成其他框线里面 干脆把它改成什么 红色的线 色彩改成红的 然后呢 怎么全部 加呢 就是 外框 加内框 就是全部 外框 内框 按确定 这样就OK了 特别是 我刚刚有用那个快速键 Ctrl Shift向右 向下 那这个快速键 我建议 各位一定要记起来 尤其是你将来 录制聚集的时候 建议用快速键 如果你不用快速键 也是可以录出来 但是它会变成录很多 奇奇怪怪的东西 会干扰你以后 执行聚集的时候 甚至会发生错误 比如说你向右 像同学是这样 弦弦弦 他可能会选过头 或者是 他可能会造成 不可预期的错误 所以 比较 如果你要用录制聚集 我建议用 快速键 向右选 Ctrl Shift向右 Ctrl Shift向下 那这个平常工作也很好用 所以 这个部分 恐怕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样产生 那个两个按钮 其实就是 1 你可以怎么样 把游标放在B2 2 输入公式 打个勾 再来向右向下 就完成了 不过怎么样 去录制这个会比较OK点 我是建议 你可以把那个什么 把那个公式里面 只留下一个 其他都删掉 哪一个呢 就是 B2的储存格这个公式留下 其他都删掉 没关系 你想说老师 为什么要B2的留下来 我们重做可不可以 可以啦 可是重做你要再想一下 如果他本身有的话 你就打个勾就好了 所以 接下来 先 先产生这个 然后把那个 向右 就 C2以后的 删掉 然后 B3以后的 Ctrl 向右向下 删掉 删掉 留一个就好了 然后 欧兰拉宽一点点 反正就大概这样 那我们如果说要产生那个聚齐的话 请各位注意一下 那个步骤 步骤其实 在那个36页 然后完成的画面在35页 反正就是做这样的一个聚齐练习 其实这个 也应该不困难 工作里面 我是还蛮强烈推荐各位平常 有时间就是 尽量就 让你的工作自动化吧 你自动化 下一个阶段你才有办法智慧化 如果你还不到 自动化 你根本不用去谈所谓的智慧化 AI 很多人可能连程式都不会闲 你跟他讲AI可能有点遥远 OK 所以基本上还是慢慢让你的工作能够 比较能够 提高效率一些些 那第1个我是只有留下第1个公式 其他都删掉 再来的话我就开始 录制了 录制的话 开发人员录制聚齐 那名称的话我叫问卷调查聚齐 录制 所以我先彩排过了 大家也知道一下 然后呢步骤你可以参考那个 36页 他这边有中有那个注解吗 1234个步骤 所以你就照着录 反正四个步骤 以后呢我是建议啊如果你要录制聚齐 最好也是脚本写一下 不然的话你有时候 下一步都忘记 或者多做几个步骤 NG要重来很麻烦 那这边的话我就讲 聚齐 按名称叫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 聚齐 OK 那按确定之后的话 我第一个步骤就是 B2 游标放B2 所以记得 你第一个你不能直接把 游标就放B2 因为如果你放B2 他那个行程式 就不会出现 就按确定 好 那1的话 已经有了 按确定好了 把它盖过去好了 OK重来一下 然后1的话呢 怎么样呢 游标放B2 所以点一下B2 他会帮我录一行 叫range 什么呢 B2 点slate 对不对 然后2的话呢 游标请你放在上面 因为我公式没删掉了 其实不用删 因为你打勾 等于是把公式输入 OK 2就是输入那个公式 3的话呢 就什么 向右 填满 到欧栏 放开 第4的话呢 就是向下填满 其实不用向下拉 如果你这边没有东西的话 你不用直接 因为刚刚如果你 那一栏已经做完 你好像没办法直接点两下 但是你那边没有东西的话 你现在快速点两下 这样就OK了 然后最后的话呢 你就 完成就把它停止录制 好 这样就OK了 接下来的话呢 一样 就是 再 录制一个清除 清除的话呢 一样 游标 我们 37页 游标放在 B2 那我是建议 用那个快速键 Ctrl Shift向右 Ctrl Shift向下 按下Delete 四个动作 所以接下来的话 就录制清除 清除 按确定之后就开始 1 游标一样 有一个 确定 4 游标放在 B2 Ctrl Shift向右 Ctrl Shift向下 按Delete 完成了 完成之后的话停止 那我们试试看 聚集里面就会有问卷调查聚集跟清除 你可以执行它 OK了 然后清除 也OK 那再来请你在旁边做两个按 插入 表单控制项 我这边把它拉一下 这个是 叫问卷调查聚集 那我把名称也复制一下 那这边把它清掉 那再来 拖拉一个 插入一个那个清除 把这边再拉一个 清除 做完了 OK 试一下 按它 OK可以了 清除 这样的好处 将来如果你前面资料更新 后面就按一下 就好 那你就可以很快就可以 做你应该做 尤其是你经常在统计一些 可能外部来的资料 或类似像这种问卷调查 你要做市场调查的话 那可能回来的data就非常的多 那你就可以利用这个方法 很快的就可以把你要的 结果给做完 那但是呢 其实我刚刚前面有讲过了 录下来的东西 其实还可以 像我有那种程式的洁癖 我就会怎么样 打开它 里面第1个 我就加注洁 有没有 1 游标放在那个什么 那个 就是 仿造36页 就是每一个 我就把名称给输入上去 这个可能输入的东西蛮多的 我镜像中好像 我的云端上也有放 所以我就干脆从云端上 参考一下 那就是 做完两个按钮之后 然后再来就是看一下你的那个程式 切到那个 你的聚集里面编辑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我这边就是加上那个相对应的注解 注解的方式 跟早上讲的其实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那 再来的话 还有一点就是说 早上有提到 有些 其实可以 不要的 比如说哪些呢 像我讲过了 什么点 如果下一行如果是selection的话 其实可以精简 像 我这边的话 只要是我要在精简的话 其实可以这样 可以把那个什么 这个公式 直接就放在那个 Range B2里面就好了 你就不用说 因为其实录制的时候是因为你会有滑鼠 那你滑鼠要点一下 那点一下之后再把 你要的资料放进去 不过其实这个有点啰嗦 反正这样的 其实就是 游标直接就输入公式就好了 那2可能就不用了 就是 你如果要改的话 假设我们要把那个36月改一下 的话 其实你可以 把这个等于 直接就放在 那个什么 Range B2的后面就可以 意思是把这个公式怎么样 帮我放在那个 等于 这个公式 帮我放在 在B2里面就可以 然后呢 这个Active 的那个Formula 这个就可以拿掉 另外 那个 向下填满 因为这边 没有 Selection 所以Selection 跟刚刚一样 你可以把它改成 上面这个Range B2 把这个 复制一下 意思就是说 当什么呢 当这个公式输入之后 就自动调整 自动填满 填满的话呢 就是自动 这个是向右填满 然后再来向下填满 向下填满的话 不过你会发现 后面 就会有什么Slate 其实这个Slate 我觉得也不用 什么什么 因为你 它会填满之后 然后自动又帮你怎么样 帮你又一个Slate 所以 其实什么什么点Slate 这个可以删掉 所以 基本上 大概就是 留下什么 留下 这个向右填满 把它 搬到这边 其实 应该可以再更精简 如果精简的话 大概长得像这样 这个应该2吧 就可以少 少写一个 这个是2 然后这个就不用Slate 这边改成3 然后也不用Slate OK 基本上 写完大概就是 只有变成3 可能又更精简一点点 那执行看看会不会有问题 清除 执行 Slection 这个Slection一样 这边的话向右 向下 这个Slection 可能就是要指这个范围 PotoFill OK 这样的话OK 没有问题 只是说那个 程式 这个 指的就是这一个 那向下填满 因为我们是 已经向右拉了 拉的是一个 从B2到O2的范围 再向下 所以 这边可能要改成 B2到O2的范围 再让它向下填满 那这样的话 就 可以让程式轻简 不过这个轻简 如果你没有把握的话 有些地方也许可以 用原来的 也OK啦 只是差别是程式 会多个几行 这样而已 其他应该都没什么差别 那另外的话清除 Ctrl Shift向右向下 然后 在Clear Contents OK 所以做完的话 清除 输入 OK 那 这个做完之后的话呢 待会 我们就要再来看那个 第2个 部分就是 B栏到欧栏 总共有14栏 那我们习惯就是说做完问题调查之后 会希望 统计 每一个 回答的题目 单一个 题目的 占比 百分比 比如说呢 选那个 性别的占比多少 年龄占比多少 教育程度 职业等等的 也就是我如果希望 14个栏位 我希望产生 14个枢纽分析表 如果说经常性这样做 你会发 你会花很多时间在做这个 枢纽分析表上面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最好是只要做一次 然后呢 我可以怎么样 就是直接呢 按个按键 全部14个栏位 自动就全部帮我执行完毕 另外顺便学一个是 再按个按键自动又把旧的工作表全部删光 就类似像这一题这个部分我先把它全挡一下 儲存 把它关起来 这个的话我再 其实你们也可以用这个档继续完成 后面其实 请各位先试一下 这部分 直播 这么晚 辅助 老师 谢谢观看